究竟什么才是婚姻的保险计呢 究竟什么才能顺利使夫妻从金丝走到白发 究竟怎样才能在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中 过渡到像如隐末的心情时 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热情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某个风而律律的一天 出着车司机西根 正载着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 去跟踪一次出轨的丈夫 我不期待女人看到她所预想的一幕 她冲上去的疯狂似着 依偎在丈夫身上的小三 西根边劝架边拉着女人说 你应该打你丈夫啊 但女人不管 住在他妈的正习近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西根有意无意 才贴近了身体 浓浓的荷尔蒙气息 明白在女人心中 女人忽然瘦瘦 头也不回地走上了出租车 结束了这场闹剧 而其实西根这个典型的风流浪子 是一个婚内出轨了二十年 从未被抓包过的情长老手 她对她妻子生了这天 她就顺利的勾搭了一个女人 可以还度吹销 并且在妹夫的助攻下 成功地翻过了妻子的眼睛 妹夫凤秀是个老实忠厚的人 她完全不赞成西根的做法 也很排斥西根无耻的行为 那西根却有一道清新透俗的理论 她说出轨只是会让婚姻 保持新鲜感的手段而已 因为每次出轨的负罪感 都会让她加倍对西根的恶情 可每次听到这个回答 凤秀依旧是一点嫌弃的表情 并解决了历史到自己绝对不会对妻子美婴 也就是西根的妹妹说谎 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出轨 可就在一天西根和凤秀在打抬交时 碰到了一个难得一见的性感有物 女人凹凸有志的身材 和凤秀作约的龙帽 吸引了在场所有雄心的目光 这个性感的女人 但要挑逗性了 用内裤绑了一个马尾 这一幕经了凤秀 目等口呆 目不转睛 因为在她的世界中 从未见过如此开放的女性 而西根立即反应迅速的 上去和美女搭讪 一起愉快地玩起了台球 在交流中 她们也得知了美女的名字 叫做珍妮 而老师的凤秀没有什么乐剧的行为 并且还贴心地把外套脱给珍妮挡风 而这个不激艳的温暖举动 就有点打动珍妮的内心 因为这风流的时代 当怕女人打扮得在性感突兀 她自己决定权 我在自己手中 可终归 只是人人眼中的叠悟罢了 因此凤秀老师可爱的形象 突然很受珍妮的喜爱 但凤秀的不解风情 还就让珍妮生气地 和喜根一起离开 等到晚上 凤秀和美英历行公事般的刑房 这份已经历经八年的婚姻 看起来 法战可乘 双方 都觉得有点索然无味 再加上 两人一直惨在经营一家 总是小餐厅 这样美英更觉得凤秀 一无是处 于是总是处处奚落凤秀 就这样 在美英的奚落下 和自我挫败感不断增强的印象下 凤秀更加颓废了 只要一天夜晚 珍妮突然造访了凤秀的小餐厅 那经验的一幕 瞬间 附近在凤秀的眼前 她不自然地为珍妮做了茶酱面 做各类好吃的东西 珍妮也一直彬彬有力 窗外的夜色很美 两个人都在欢快地聊着天 没有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但是凤秀丝毫没有表现出 要留下珍妮的意思 珍妮最终在离开前 安耐不住内心 直接说出了自己来的目的 面对如此要人的诱惑 凤秀简直毫无找家之力 从此以后 凤秀开始频繁地和珍妮约会 然后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些 很快西根的老婆 发现了这样不出轨的事实 老婆生气地把西根 扔出了家 没应问她 都这样了 怎么还不离婚 而其实 老婆早就知道 西根出轨的事实 她说一开始 也感觉很痛苦 但是过着过着 发现没有什么 可以离婚的理由 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有时候看似委屈求全 其实 不过就是想要保住 完整的婚姻罢了 每一次西根只要出轨后 就一定会准备一款 名牌包包 来补偿妻子 可这不是什么物质交换 而是所谓的 互相提供对方一个台阶下 可是意外总会发生 妻子拿着新买的包包 出去买菜的时候 早已的车祸 西根发疯似地跑向医院 也没能看到妻子最后一面 妻子的离开 让西根泛兰悔悟 她泛兰自己为什么预训到 只关注转转及时的还愚 而忘记了 一直结伴同行的整片人 因为我的时候不懂得珍惜 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后悔 人这一辈子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 然后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凤修找上了和西根同样的道路 甚至有过吃无不及 凤修和真理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爱情的滋润 也让凤修失业一路春风得意 春风顺水 更开心的是 美英也终于怀上了孩子 并且美英还自豪地称赞 凤修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优秀 作为过爱人的西根 也看出了凤修的情况 提醒她要适可而至 然后正得意忘情的凤修 怎么可能停得进去 她继续一边甜蜜地 和真理轻轻握握 一边用礼物和各种精致的东西 鼓唤美英 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 那谁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真理渐渐地不满足 一种停留在肉体上面的羁绊 她竟然出其不意地主动出击 在没有知悔凤修的前提下 应变了餐厅的服务员 和西根的保姆 更讽刺的是 美英 心自留下的真理 凤修看起来向恩无事 内心 早就担在心惊 于是她找到机会 肯定真理赶紧退出 这场危险的游戏 可是真理却问了凤修一句 数她的话 你爱我吗 凤修此刻沉默不语 可没想到 真理却自欺欺人地 把凤修的沉默 当作肯定地回答 凤修只能小心翼翼地 维持表面的平衡 男和美英 渐渐地察觉到凤修的异常 因为 她发现凤修频繁地提到朋友 上饭 约她去打台球 而这个所谓的上饭 只是凤修和这女约会的一个幌子而已 终于有一天 美英偷偷地在凤修的手机上 查到了许多酒店的记录 可正当仔细地 在查看手机的时候 店内另一个青年男服务员 突然熟练地挑逗美英 原来讲到凤修出轨前 美英也就按赖不住寂寞 先行出轨 这一幕差点被准备出去买菜的凤修 也看到 不过好在心惊不安的凤修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和所有两人都心不在焉地 一起去买菜 各外心事的两人帮和神力 让人唏嘘 然后服务双至 或不担心 西根在几天妻子的时候 发现牧旁已经有一束鲜眼的花朵 他狐疑地跑回家 搜寻妻子的旧物 突然搬到一堆妻子 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照片 而这个男人 真的妻子关顾了十年的按摩店的店主 一切不言而喻 原来英国轮回自有交代 而事情更糟的是 美英的出轨对象 竟然被电影用照片 来威胁美英与他在一起前沿 美英没有办法 只是把所有事情告诉哥哥西根 来来回回 原来所有人都是出轨者 西根在妹妹的恳求下 帮忙解决了出轨对象的事 然后一波未平 一波忧气 这里在约凤修一起见面的时候 竟然偷偷地 统治了美英 美英看就要坐牵在床 实际败露 好在凤修在美英看到自己前 就反应许说地躲了起来 于是美英只看到这里一个人坐在那里 正当凤修成功地淘机险境后 又发现西根早就等在了外面 此刻的凤修 终于回不当初 又出轨为西的婚姻关系 就如同在悬崖边行走 迟早会粉身碎骨 而事实上 西根早就想拯救妹妹这段婚姻 她主动走到珍妮的身边 假装自己是珍妮一直提到的男朋友 就虽然让美英大吃一惊 很从别说凤修来得要好 于是美英先安地转身回家 当她发现已经在家的凤修时 本能地尽情抱住了她 而凤修也莫名其妙地抱紧了美英 之后旁观者理解 这是养人心底的内疚感 构成了一条紧密的纽带 而这套真相的珍妮和西根 始终保守秘密 最后两个人的孩子出生了 他们看着幸福永远满的生活下去 但未来真的能够幸福吗 片名 风风风 此部电影是改变一部名为《有希望的男人》 两部电影的剧情大动小异 只是另一部欧美电影可能尺度稍微会较大一点 人的一生看起来漫长时的短暂 何惠音看起来短暂时的漫长 因为一段连续的感情总有疲惫和厌倦的时刻 然后最愚蠢的做法 就是牺牲感情的忠诚度 去换取短暂的新鲜感 惠音说到底 就是一纸契约 咱的契约之上 是相濡隐末 不离不离的情感羁绊 是相互成长 相互陪伴的无数个 日日夜夜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